一起看新闻 五点不一样 为您揪出那些潜藏在媒体背后 甚至企图操弄客观公正性的黑手 我们特别请出重量级新闻学者 这是前新闻局长 也是前国立台师大大传所所长 现任文化大学新闻系主任 胡又伟教授 我们欢迎胡老师 胡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我们新单元一起K媒体开播 准备为您推出第一道大菜 我们要一起来探讨 无论国内外呢 大家近来最在意 但是也最常触犯的媒体大击 那就是假新闻 提到假新闻呢 国际间当然会让人联想到 川普政府在面对通俄门之一 对媒体展开一连串的反击 至于国内呢 近来让人印象最深刻的 我想应该首推大陆 东南卫视驻台记者 他叫做叶清凌 申请来台注点 却遭到我方拒绝 原因是我们政府呢 认为他报道假新闻 不过他被我政府公布的所谓罪状 有很多人不认同 他们认为说 好像看起来都是默许 有甚至是单凭一策 创造出来的罪名 胡老师你怎么看待呢 首先要恭喜中网开新的节目 谢谢老师 给大家多看一段 一段知识的窗 关于假新闻呢 其实在川普刚上任的时候 他提出这个议题的时候 引起大家很多的讨论 因为的确新闻媒体的表现 常常受到学术界的批评 但是呢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这么严厉的去指控那些 我们通常认为比较有水准的媒体 一天到晚知道假新闻 那就很令人觉得 差异 那首先我们要讲的是 什么叫假新闻 在新闻里面它叫fake news 这个fake的意思是有一种 故意制造出来 带有某种特殊目的 有这个意思 所以它跟就是把事情弄错 然后对的讲成错的 这种假新闻是不一样 所以假新闻是蓄意的是不是 对就是它可能是带有某种特殊的 意图 特别是政治目的 是 那回来讲这个大陆的这个记者 被拒绝出台啊 这个事情可是 其实大家都看新闻都知道 我就不重述了 主要就是说花莲地震嘛 那么第一时间 大陆国台办就说愿意支援 我们就说不必了 然后来我们马上就转头向日本 对不对 寻求这个援助嘛 因为日本 日本他们也说愿意来嘛 我们是同意了 来了以后呢 这位大陆出台记者 他说他就有访问到 这个关键的对话 就是说 我们台湾到底有没有 日本带来的种专业设备 结果我们是说有 怎么说有啊 他说他有拍到这个对话 那我们说有 那这个就引发了一个 一个很可笑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既然有 我们叫日本人来干嘛呢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不是一种 所谓的讨好日本的一种举动呢 对不对 那大陆也想示好 你就不要 因为你这个反中嘛 那因为你亲日 所以日本人说他可以来 你就请他来了 可是他来了以后才发现 日本人也发现 你们根本自己就有这个设备嘛 对 对不对 好 那所以他们后来很快就回去了嘛 好 那这个记者 他说他有拍到这个对话 而且在新闻里面 他也有说明 这个采访的背景是什么 对 好 那这个新闻播出来以后 当然蔡政府很不高兴 出犯天调了 对 觉得他别有用力嘛 那这个记者就觉得说 这就是新闻 就是新闻嘛 对不对 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目的 我跟你讲 这个大陆驻台记者 像这位业性的记者 他不是第一天来 他就待了快十年了嘛 对 他来了很久 你知道 所以两岸新闻方面采访的这个分寸界限规矩 他是最清楚的 没有错 没有错 你知道 他没有必要故意去踩什么红线 是 因为他的任务啊 就是做一个两岸新闻交流沟通的一个管道而已 对 对 他也不附有什么大陆交流政治任务不可能的 我跟你讲 大陆还不会把这种什么什么政治任务交给一个地方台的新闻记者 不可能的啦 想想也是 对 所以我们这边其实跨上了这个记者 他想要借助新闻报道 好像好像达成什么政治目的 那个其实是我们自己卑躬舍应 也缺乏自信心 对不对 是 我们是讲究新闻自由的国家 我们一直强调我们的新闻自由比对岸要好很多 对不对 结果人家没有拒绝我们记者去租联 我们反倒拒绝人家来租联 这个不是天让的讽刺吗 没有错 对不对 对 那这个 这个 你说实在是 这个事情如果大陆的 对岸的这些朋友们都 一般人 民众都知道的话 那你觉得他会做的感想 他会不会觉得很荒谬 那你台湾比我们大陆还不自由嘛 是啊 对不对 没有错 你们对于新闻管制比我们大陆还严格 那是怎么说的过去呢 所以我就讲说 首先刚刚主持人谈到这个事件 就是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 假新闻 对 你是有这个现象 但你不要 因此你就打折绥棍上 好像借助这个假新闻这三个字 来好像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运用 就是当你觉得 某些人批评你的时候 你不高兴 你就像川普一样 比如说 你该知道假新闻 是啊 对不对 好像我只要 我只要把你安上一个假新闻的 一个罪的一个头衔 那我就可以 明正言顺的去说 你讲的一切都是错的 是 我讲的一切都是对的 我跟你讲 这个新闻 这个主持人 做新闻工作多年了 听众朋友中 应该也有很多新闻界的朋友 对 新闻的事实要理清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没有错 对不对 好 如果一个人 真的是 这个 这个 去做假新闻 我跟你讲 在新闻界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 我要讲 我要讲说新闻界 自己去故意做假新闻 没有这么容易 因为不是只有你来跑新闻 你还面对你的同业 对不对 同业都在看 对 对 各位朋友 我们都知道 反而是政府 做假新闻 还比较容易 是 对不对 因为说实在的 你即使跑行政院的记者 刚刚主持人科系 说我曾经在行政院谷过 没有错 我跟你讲 在行政院来讲 行政院是封闭的 记者都不能进到行政院内部去 随便乱跑去采访 只能到记者室吗 是不是 只能现在来讲 只能到这个发言 办公室 发言时代 的记者室 所以政府部门里面 其实对外来讲 它是比较封闭的 因为我在里面待过 我知道 所以政府部门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外界不是那么清楚 因此他对外发布的一些消息 我跟你讲 真的很多时候是增加难辩 没有错 其实接下来就要请教老师 这方面的问题了 我们看到蔡总统 他稍早在面对 全国高中学生时候 曾经谈过 他对媒体乱象的看法 总统说 媒体问题是 公民素质的根本问题 是因为大家爱看 媒体才会疯狂报道 相关的讯息 蔡总统还要大家 扪心自问 我们心里是不是都有一种 偷窥的好奇意识 他说他希望 大家都要在心里 设一条界限 无论如何 大家都应该忍住 不能够跨越 哎呀呀 这不愧是总统的高度 看到都是全国人民那些 公民基本素质的问题 不过 小英总统好像回避掉 另一个大问题 就是老师刚刚提过了 那就是我们的政府 经常也是假新闻的 发布中心 你看 不管是限定危机 产销失衡 把管争议 或是力保 五云林北农事务 这些政府 好像都只是某些特定立场代言人 而不像是全民政府 也难怪 我们知道今天凤梨农 今天北上发动抗争 其中诉求之一 就是政府 不要再发布假消息 掩盖农民的困境 胡老师 您身为媒体学者 对于这个问题 一定有很多感触吧 是 刚刚主任讲这个 凤梨的这些农民 他们今天来抗议 我仔细看了一下 相关的报道 这里面关键的环节 是在于说 第一个 政府对于这个产销 的状况 不是那么敏感 对 因为 比如说某一种产品 像香蕉就是这样 它有一阵子卖得很好 农民就会去都抢种 是 然后天气又配合的情况 它就会丰收 丰收的 在抢种开始的时候 你政府就要开始 足以去辅导了 就是说 你大家都种 对不对 然后天气又好 就大丰收 从很多地方都丰收 那你丰收 抬下来以后 正在消往哪里去 对 然后现在的一个问题是 农民为什么那么不爽 因为大陆 对我们来讲 现在关系是紧张的 以前 我跟你讲 大陆自己也有很多水果 中国大陆人都知道 他也有自己的水果 他没有那么缺水果 对不对 他过去是跟台湾关系好 所以拭目于 大陆人不太吃 我也买一点 正顺性的采购了 帮台湾解决问题吗 对 帮台湾解决问题 就是说是好吧 那你今天 农民不爽 说你赖清德一直讲 自己是台独工作者 对 不只讲一次 那你逼着大陆 他没有台阶可以下 就断了嘛 他一定要做一些动作 是 不然他对他们自己 内部人不能交代 对不对 那他怎么做动作呢 在外交上 就是他断你的邦交国 对 对 然后其他就是说 他原来是摆明了 示好 摆明了 就是买你东西 是为了增进两个关系 这个他切断了嘛 现在都不用了 不用 对 所以你看到那个台东的 那个县长 黄县长 有没有 对 黄建廷 他就 黄建廷 他就赶快亲自跑到大陆去 对 去砸商 然后人家看他来 给他一个面子 台东的这些 这些农产品 他就可以右销往大陆 是 对不对 那你台南 还有屏东 高雄 这个都是传统绿营的大票仓 对不对 没有错 他们的首长 也不可能跑去大陆去 去砸商这些事情嘛 那最后倒霉的 倒霉的就是那边农民 在这些地区的农民 是 对 这些农民就是 很火大 就是说 你政府你要搞政治 我不管你 但是你不能搞政治 伤了我们的 根本的生存的空间嘛 对不对 可是政府说 我们的凤梨外销很好啊 对 凤梨外销很好 你看新闻才知道 他指的是今年三月或五月之前 现在情况是根本就不好嘛 是 没错 对不对 不好 因为你销日本 他有一定的需求量 你不可以 日本对台湾水果要求 等级很高吧 很多都等级不够 都销不过去吧 所以过去主要销大陆 现在大陆这条路也断 所以他当然要抗议 可是政府呢 是 我跟讲 政府这方面发的假新闻 它是必处就轻 是 它不愿意去碰出问题的本质 所以他这个假 是一种 就是说 假装看不见事实的那种假 假新闻 这种假新闻是很可怕的 就完全符合 老师您先前 为我们做假新闻的定义 这个目的性是非常强烈的 好 鉴于假新闻呢 经常在网路流窜 我们也发现 政府一度还有意要成立 澄清专区 像是民党立委 还提案要修正 社会秩序维护法 如果在网路散播 或是传递 那些没有经过查证的 假新闻或假讯息 甚至已经足以影响到 公共秩序安宁 可以处居留三天以下 或是罚款 三万元以下 而另外呢 来自民间的 台湾媒体观察基金会 和优质新闻发展协会 则成立的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大概预计七月份就会运作了 其实我知道 过去国内一直都不缺乏 隶属于官方 或是民间自行成立的 新闻查核 或是自律机构 不过我想 胡老师 您一定非常清楚 这些澄清啦 更正啦 甚至成储啦 在实际运作上 是不是会遭遇很多困难 能够把国内的媒体乱象 导正 这样的效果 你绝对会有多少 社会秩序安宁维护法的 主要的职把机关 是第一线的警察同任 我看 如果照 这个 民党立委的提案 这些警察同任 都要先调回来 先上新闻去 天啊 那比较糟糕 非常累 你程康已经弄不完 现在还要多加一个任务 就是去辨别 什么事情是真 什么事情是假 你觉得他有多少人力 来做这个事情 对不对 有些事情是很明显的 有相对应的事实 可以去查证的 比如说上次大家记得 这个南部地震 不是有两个年轻朋友 就说往一栋大楼垮了吗 对 结果你只要住在这个附近 你马上就可以去反驳它吗 因为那大楼就好好就没垮嘛 对 这个重 重就是有很明显的事实 可以去 妖言获重 赶快可以驳斥 可以澄清 对 但是有很多其他的事实 不是那么容易厘清的一些消息 你要怎么去查证 对不对 有些事情 他到底是所谓真或假 真到什么程度 假到什么程度 有些事情是半真半假 那个不是一时半刻可以弄得清楚的 那我们真正担心的 是 我们真的担心的是说 以后如果说真的通过修法 修这个社会积蓄维护法 然后赋予警察机关一个这么大的认定的权利之后 那将来是不是 如果说执政党 对不对 从总统贯涉到基层警察 只要有人对于现在的政府 所作所为提出一些不同的 事实的消息 那马上他就扣你一个假新闻的帽子 是 然后罚你款或者是拘留你单件 那这个权利不是太大了吗 对 对对 那这个寒山效应不是太可怕了吗 对不对 是没有错 我的意见是这样 我们长话短说了 是 观众时间很宝贵 观众时间很宝贵 今天在这个网路时代 其实所有的民众都应该要发挥一个 网路公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素质 对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有人传一些消息给你 真假难辨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一点点的查证的一个功能 对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网金网路的消息传递速度非常的快速 传递的方式也便利 如果大家都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在网路上面散播仇恨的言论 不要去散播没有经过证实的一些重大的消息 大家都发挥一点这种网路公民的功德性的话 你为什么需要去弄一个好像是前置言论自由 让大家害怕的一个修法的一个工作呢 没有必要 老实说很有道理 其实如果所有的宣民能够发挥更正向效果 相互去监督一些新闻的实质内容的话 可能就能发挥非常大的一个功效 对不对 那至于说政府 他如果觉得有些人在外面放话 是跟事实不合 其实他也有很好的管道 他自己有很好的官网 可以立刻澄清 对没有错 对不对 那他如果想要澄清什么事情 哪一个媒体会不真的 都会真的吗 是 所以你行政院发言人 如果站出来很郑重澄清一些事情的话 那个新闻马上就出去了 对对 都会 所以没有必要去做更多的 可能会限制言论自由的这些事情 没有错 好你这收听的是中广改版之后 为您推出的新单元 一起看新闻五点不一样 今天星期三 我们要一起K媒体 线上为我们排男解惑 揭穿正媒共生假面具的是 文化大学新闻系主任 胡佑伟教授 我们现在看到了 绿营 他们想修法惩处散播假新闻 对此我们发现到 连时代力量立委好像也不太赞同 像黄国昌他就说 与其立这种非常愚蠢的法律 还不如先推动 在国会说谎胡扯的官员 立刻撤职查办 可能比较实际一点 另外 蓝英立委张立善 还一口气举出了 包括了蔡总统说过的 保证不缺电 或者赖魁他说过的 深澳电厂用的是干净煤 发电产生污染 和氢染气差不多 另外 今天也上新闻的 这是陈世梦 他说陈水扁没有贪污 吴茂坤 则说他自己是个 没有做过错事的人 甚至还有人嘲讽 政运发言人徐国勇 替政府政策涂脂摸粉 其实其中很多也都是欺骗民众的假讯息 其实说穿了 每个政府为了要图显示证成效 报喜不报忧 好像都在所难免 不过为什么 这任政府好像特别让人感到 他们诚意好像比较不够 老是有种感觉吗 对 这个政府它因为以改革之名 它做了一些超越民主法治 过去制度运作 这个武权分立的一个 很多的这种超越制度的 超越过去法治规定的一些事情 我举例来讲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中国立法的手段 去整肃国民党的党产会 现在又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本来应该是有司法机关 认定的一些重大的事情 都交给行政机关来认定 那么这些破坏法治的这些动作 再加上台大雷权委员会 把管案 选出的校长 他们也不愿意聘任 这些事情 民众加在一起以后 再加年金改革 对不对 这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所以它现在造成的民怨 非常非常高 就是民众的怨恨跟疑虑 还有疑惧恐惧的局限在很高 但很高的情况之下 它的这种自我防卫心态 就会随时增加 自我防卫心态越来越高之后 它就越来越听不得 别人对他的建言或批评 对 只要有人提出跟他不一样的一些资讯 他很快就会用 刚才我们回到假新闻 这样的一个帽子去扣 然后或者是 或者是像总统讲的 因为媒体竞争太多激烈 大家就乱报新闻 没有一句话是嫌疼政府自己的行为 这让我们觉得说很遗憾 就是今天这个政府 它可以改革 但是它的改革必须要 负责大家对于民主法治的基本常识 对 对 对不对 你不经过法院认定 你一个行政机关 说查封人家财产 就可以封掉人家财产 对不对 你促进转行政委员会 这个机关里面的人员 公员 他是行政官员 他去任何一个组织 以所谓调查转行政委员会 要你交出某些文件 你就非交不可 对 哪有这种事情 这个只有我们就在纳税 希特勒德国时代 我们才有出售这么大的行政权 是 那今天政府公然做这件事情 就当然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要承认 其实媒体本身 也有值得自行的地方 我们先提到小英总统 他在会见高中生时候 其实他还说过 媒体乱象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竞争激烈 他说目前这个行业 有点过分拥挤 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就会让产业走向恶意竞争 还不是恶性 是恶意竞争 是 实际上我们知道 很多人都批评过 媒体之所以会出现很多假新闻 包括了产业经营困难 人力缩边 甚至媒体老板 只想节省成本 不顾新闻品质 这些恐怕都难辞其咎 所以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有媒体在记者人力不足下 现在只好靠着小编去汇整 比如说像PTT 乡民传说 或是路口监视画面 或者是由民众上传的 行车记录器来跑新闻 这样下去 岂不是劣币驱逐良币 那么大家一起来沉沦吗 没有错 现在因为各新闻媒体都在紧缩它的预算 因为大家都不赚钱 所以人力都是经典 在过去 比如说 你有五六十组人马 的一个新闻台 他可能现在就缩边到二十多组人马 所以在这种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 他会出现很多问题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重要的新闻他可能就没有预算 或者这个地区深入的了解 一些背后的一些背景因素 给大家做比较深度报道 可是没办法做到 另外就是像刚刚才讲的 很多的新闻媒体都只是在抄抄写写 你抄我的我抄你的 你抄我抄写 要不然就到别人脸书上去看一下 好写一段会怎么样 所以现在的新闻的素质 确实是有待提升的 好 新闻的素质有待提升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很多管道一起来努力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新闻媒体自己也有自律组织 同样之间也有自律组织 我们应该要经常定期的开会 检讨我们的新闻的品质 要有维持一定的水准 第二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要调整一条片做新闻的方式 我们过去一直传统做新闻方式就是说 我们要有比较多的则数的新闻去塞满一个新闻时段 对 好 那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 你又没有那个人力去跑那么多则很精彩的新闻的情况下 你又要求一个小数新闻要有这么多则 它必然不中出现了很多新闻是很无聊的新闻 没有错 或者是重复率过高 对对对 那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 就是说我们既然人力有限 能不能其中每天做几条重要的大的新闻就好 所以老师意思是以深度来代替它的则数 对对对对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好像很多则新闻出现在你以前 但是都是车祸啦 对 都是社会案件啦 有人说就是一些寄零狗碎的事情 对对对对 那你不集中人力每天就是处理几条大的国内国际新闻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生日报道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一个解决的一个办法 我的一个建议 那是在政府的角色方面呢 政府他们做的事情是首先 他要专政自己的讲话的方式 讲话的内容 对 他自己必须要做到 他不要去闻过是非 他不要去掩盖事实 他不要去顾左右而言 他也不要去讲一些听起来很不庄重的方言话 比如说有人问总统对不对 发言说为什么国家这么久没有教育部长 对不对 他居然回答说那不如去猜世界杯冠军是哪一件比较好 是没有错 这种回答说这种回答都会觉得这个政府到底有没有诚意在实证呢 对 对 所以政府第一件专政起来 第二政府在很多方面呢 他可以 办法吸引一些人来投资 我们国内的新闻产业 新闻传播事业 那来投资人 他的动机是什么 他是不是有在台湾 永续发展经营 我们可以从政府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从制度面 或者是行政措施方面 协助这个产业进行的发展 是 好 那么以上 就是今天为您首播的 一起看新闻五点不一样 第3为您端出的一起看新闻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 更感谢胡又为老师 今天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析 谢谢胡老师 谢谢您 谢谢大家